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紫微斗數 通常想看紫微斗數 男人通常是為淺銀和女人 女人是為家庭和男人 淺銀和男人其實都很重要 如果看淺銀的時候 我們通常很關心那個叫做財白宮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宮位 整個命裡有十二個宮 其中一個宮位就是財白宮 財白宮如果有什麼星在那裡 會特別令到財會穩定一些 會好一些 其實有三顆星三顆的主星是會特別好的 一顆就叫做天虎星 天虎星其實是一顆很安定的星 即是一些港儲蓄、儲存、去買樓 去收藏的星 即是說如果你在財白宮 財白宮是說你的心態渴望什麼 心理追求什麼 如果你財白宮有一顆天虎星 即是說你是渴求安穩 那安穩是什麼呢 應該大部分是一些很穩定的收入 好像是房地產有租收、利益 或者是一些很固定收入的東西 這個是天虎人的看錢財 它那個思維 這個就是如果你有 這個是比較會好些 第二個顆星是會 講的是財星來講 就是講的是母曲星 母曲星是一些思考型的星 尤其是可能會在股票市場 人家跌到人仰馬回來的時候 它或者有一個很厲害的操作系統 是可以賺到錢的 即是在最高峰的時候賣了股票 然後再反過來沽下來 那這些或者是很低迷的 個個死老爸的時候 他們夠膽去買股票 做一些人家想不到 但是他們肯敢去做 因為他們母曲這顆星 是主開創去思考的 這個就是講的是母曲星 也都會在財白宮裡面很好 那第三顆星呢 就是講的是泰陰 泰陰其實就是講的是 什麼叫做財富 其實就是講的是那個心態 那個心態如果你沒有什麼缺的 一點都不會跟別人比拼的 那時候其實你心中就是富有 那想講就是 心中富有比真真正正有錢 可能那個心態是還會好 因為很多有錢的人 尤其是我認識很多不同的上市公司 有很多人 他就跟別人去攀比 你比我多間房子大一呎 車又比我貴不知多少萬 食條魚又比我大條些又漂亮些 穿件衣服又貴些 那時候就會令到個人 永遠都是有缺失 有缺失的時候 就是永遠的財白宮 都是不好的 心是很忐忌 那反過來 你有泰陰的時候 你樣東西都很知足 很滿足 很感恩的時候 令到根本你就是心中富有 那世界上沒有什麼是敵得過心中富有 就是睡就睡得甜 又不會擔心那些錢不見了 因為你都沒有想過會缺 你只是想你擁有些什麼 你沒有想你缺少些什麼 這個就是財白宮 如果擁有太陰星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星 那麼有些人就先天 財白宮有幾顆星 有些人就是那十年大運裡面有幾顆星 有些人就是榴槤那裡有幾顆星 那麼如果是十年有那幾顆星的時候 那就是說那十年 你在對財富的一個心態就是這樣 如果是榴槤的時候 就是說你在那年那個心態會是這樣 那麼這些就是講紫微斗數在財白宮 有哪顆星呢 是最大的影響 今天想講就是這麼多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給大家聽一聽 拜拜